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向政权是向宋朝称臣纳贡的割据势力 党向政权的内乱以及宋太宗的处理措施 最终导致党向族内部一个叫李继谦的年轻人倾而走险 建立其反宋联盟 那么李继谦为什么要走上与大宋王朝对抗的道路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 宋太宗第二部制 李继谦判宋 公元980年这一年 党向族的第八代领导人 李继云去世了 李继云去世以后 儿子有 但是儿子太小 不能继位 那怎么办呢 由他的弟弟继位了 这叫兄中弟吉 他弟弟叫什么呢 他弟弟叫李继彭 双手捧的捧 李继彭继位以后 大宋政权对他进行了认可 但是李继彭继位以后 党向民族的很多部落 不支持他 不支持这个李继彭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他内部发生兵变 那么李继彭继位 那以后为什么会引起党向内部 那么大的反抗来 我们根据现在的文献记载来看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 叫不当世息 就党向族内部有人 给皇帝 大宋皇帝的上表中间 说李继彭这个人 不当世息 什么叫不当世息 就不应当 接这个班 为什么不应当接班 没有讲 我们根据史书的记载来看 李继彭继位 之所以没有得到认可 大概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 他是小弟弟 哥哥死了 小弟弟接班了 这是史书的说法 这个说法 理由并不充分 第二个 是因为党向民族内部的一些大的氏族 大的宗族不认可 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 党向族最高统治者李继彭的去世 给了其他人 觊遇 或者说 魁四 这个最高首领的一个机会 一旦最高首领的位置空出来 谁都想去当一当这个大当家的 这几个方面的原因 导致党向内部发生动乱 动乱最重要的标志 是银州刺史李克远 在银州起兵 这一下子公开的他们的内部矛盾 等于是内户 当然李继彭事先得到了消息 做了充分的准备 把他两个叔叔打败 把两个叔叔给杀了 但这事并没有完 李继彭处理完这个银州兵变 以后就立即把这个银州兵变的消息 报告给宋太宗了 宋太宗得到下周刺史李继彭 报来的消息以后 给了李继彭的一个指示 八个字 福随熟族勿使自乱 什么叫福随熟族勿使自乱呢 就是你一定要安抚好你的部下 千万不要让他们闹出动乱来 所以这样一来 李继彭就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 内部是一拨人不服他 质疑他反对他 外部是大宋皇帝给他下令 叫他做好维稳工作 他又维持不住 结果 这时候又跳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隋州刺史李克文 也是李继彭的一个叔叔辈的人 他给大宋的皇帝赵光义 就宋太宗写了一封奏章 这个奏章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说让李继彭 你不是发生内乱了吗 让李继彭带着他自己家里的人 到京城去吧 让他到京城去 为什么提出让他到京城去了 他提出两个理由 因为李继彭在这 你看 隋州刺史 发生内乱 就要起兵反对他 如果李继彭继续待到这 那这个内乱永远不会停下去 那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让李继彭离开这个地方 到大宋的京城开封去 内乱是由于李继彭引起来的 只要李继彭离开这 这个内乱就会平息下来了 这是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呢 是强化李继彭的地位 他到那去朝见中央政府的领导 等他朝见了中央政府的领导以后 中央政府肯定会对他肯定 这样会强化李继彭的地位 所以这个李克文就想出来一个办法 让李继彭进京 这个办法宋太宗看完以后动心了 应当说宋太宗一开始 并没有想拿这个下州这个政权的这个意图 但是下州的内乱 就是党项族的内乱 特别是李克文的上奏 让他看到是个机会 所以宋太宗就下令 下了两个命令 第一 让李继彭进京 第二 任命这个李克文 作为这个下州的代理长官 其实我们照我们今天看起来 这个李克文并没有很好心 因为李克文 他提出来要叫不受欢迎的李继彭进京 他说这样他一走 这个内乱就平息了 实际上李克文这个上奏是包藏祸心的 因为在他上奏的奏章中间 他是坚决反对李继彭继位的 他积极窜夺 李继彭进京 李继彭一进京 这个下州刺史的位置就腾出来了 所以宋太宗就下令 让那个李克文去代理下州刺史的位置 你就等于说李克文成了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李克彭接到这个皇帝的诏令以后 面有难色 他很犹豫 是去是不去 不去吧 是违抗大宋皇帝的诏令 去吧 那可能从此一去就再回不来了 而且自己走了以后 马上委派了自己的叔叔 隋州刺史李克文 截替了自己的下州刺史 回来就没自己的位置了 但这时候皇帝的使者也到了 李克文又一个日催他 而且内部的内乱 他又捂不住 最后一咬牙 带着自己的家人进京了 党向内乱的最终结果 是继位的李继彭 在万般无奈之下 带着自己的家人进京到开封去了 他一到开封去 宋太宗一看见他 高兴毁了 为什么宋太宗这么高兴呢 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 心情好 李继彭进京是哪一年呢 是太平清国七年 太平清国七年的春天 宋太宗刚办完一件大事 就是把他的弟弟 赵廷美的事刚刚处理完 因为解决完赵廷美的事 等于说解决了自己儿子接班的问题了 所以心情特别好 第二 第一次 下周刺史 这么一个民族格据政权的首领 进京朝建大宋的皇帝 这是第一次 所以他特别高兴 第三 意外收获 李继彭进京以后啊 李继彭就想 他是他哥哥 李继云死了以后 他截替了下周刺史 结果他几个叔父给他捣乱 又是发生兵变的 又是上次叫做进京的 把他搅和的最后当不成 所以他也恼火了 他想着反正下周 这个格局政权 管四个州 八个县 干脆怎么办呢 我的名字不是叫李继彭吗 干脆我捧着就献给大宋皇帝赵皇义了 进京的路上 他就考虑好了 考虑好什么呢 反正这个政权 我们内部的人不让我干 既然你们不让我干 我也不让你们干 那咱们都不干 给谁呢 给大宋 给大宋 因为他自己知道到了开封以后 他就一点权力都没有了 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那么最好的办法 是把四周八县 献给大宋 最起码 他给了宋太宗 一个一份厚重的见面礼 今后他在开封的日子 他就好过了 所以这一条让宋太宗太高兴了 宋太宗继位一来 宋太宗就朝思暮想的就是一件事 怎么样自己让自己的政绩超过他的哥哥 宋太宗 想来想去 一直在做怎样事情 宋太宗在接受李继彭进京的时候 他派史则去了 招李继彭进京 同时他又派了一个支州 叫尹县的一个支州 去担任下州的支州 你看 这一条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也就是说宋太宗在党项内乱的时候 第一次给党项族派了一个中央政府的官员 虽然只派了一个人 但这是一个标志 这意味着大宋开始插手党项这个格局政权内部事务 而且这个支州尹县去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去的 尹县是带着重兵去党项的 派了一个文官 带了一批重兵到哪儿党项从哪儿去了 换句话说 宋太宗这时候已经动了个心思 要把党项政权的四个八项 纳入大宋的控制范围之内了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李继鹏要把下周之地献给大宋 这引起了一个叫李继千的年轻人的反对 那么李继千究竟是何举人也 请关注系列节目 宋太宗旨 李继千叛宋 李继鹏把下周之地献给大宋 内因是内部没有人支持他 外因是宋太宗给他施加压力 让他维持稳定 后来又要把他调入京城 李继鹏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最终决定把下周之地献给大宋 但他的献地并没有得到党项政权内部所有人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叫李继千的年轻人公开跳出来反对献地 那么李继千是属于他为什么走上和大宋对抗的道路呢 当然 有人愿意献 也就愿有人反对献地 所以有人就公开跳出来反对把这个下周统治的四周八县献给大宋中央政权 这个人叫李继千 那么李继千为什么会挑着头来反对把自己的生活的四周八县献给大宋中央政权呢 因为李继千这个人不是一个一般的人 他给献地的李继鹏两个人是有亲戚关系的 什么亲戚关系呢 也就是说他们的高祖父是亲兄弟 什么叫高祖啊 高祖就是爷爷的爷爷 李继鹏的爷爷的爷爷 和李继千的爷爷的爷爷是亲兄弟 所以一个县地 一个反对县地 而李继千这个人有特点 从小在党项族就是个名人 大家想想在将近一千年之前 李继千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名人呢 特别是在他们的民族内部 党项内部 他名气非常大 这里有几个原因 主要是三大原因 第一 生而有齿 李继千一生下来就长了满口的牙 见过吗 不多见 生而有齿 这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 造神造出来的 因为李继千的孙子后来成为了西夏的国君 所以李继千被神化了 所以人们为了神化他 又说他生而有齿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一种可能性 是真实的 我们现在在新生婴儿中间 也确实发现 有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有齿 长了牙 这叫什么 这叫胎生齿 第二个原因 是年少射虎 李继千十一岁的时候 李继千从小喜欢骑马射箭 十一岁时候带了一拨人出去了 刚好碰见一只老虎 他让所有的随从退下去 他自己迅速的爬到一个树上 然后 瞄准那个老虎 一箭射回去 射中虎眼 后来射中虎眼 这个老虎最终死亡了 第三 年少为官 就射杀猛虎这一点 让当时下周的统治者 也就是当时的定难君的节度使 李克瑞非常欣赏他这个骁勇的侄子 所以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就任命他了一个官职 叫藩洛史 这三点加起来是李继千从小在党项族就非常有名 但是李继千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大事 李继千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了就是李继彭仙徒的事 据史书记载 李继千就不乐内席 他不愿意迁到京城来 他就和他弟弟李继冲 还有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张浦 三个人在一块商量 李继千就讲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话 这番话讲了三层意思 说我们的祖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三百年了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所有的亲戚都是周郡县官 就是我们掌控这个地方 现在的话呢 要把我们统统迁到京城去 那会带来个什么结果呢 我们祖宗的坟地将来就没有人去祭祀了 所以大家说怎么办吧 李继冲他的说法确实像他的名字一样 冲 李继冲说怎么办呢 简单来说一个字 反 干脆造反 第二个提出意见的就是张浦 这个谋士 这个谋士说不行 为什么呢 第一 你现在在银州造反的话 你没有想一想 我们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是我们李世宗族内部内讧引起来的矛盾 因为我们是内讧引起来的 翻步观望 什么叫翻步观望 所有其他的部落都在看着我们的 没有人公开的来记录我们的事 我们要是起兵造反的话 人家不一定会支持你 你成为孤家寡人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大宋重兵压境 第三 银州之民素不惜战 银州这个地方的百姓 他的民风不是那种嫖悍的民风 这个地方老百姓不习惯于打仗 所以不可能成事 所以张浦就说 武闻 小区则大深 不若走避漠北 安利时驾 联络好用 卷甲重来 未未完以 他提出的意见 第一 立即逃到摩北 就逃到远方 他提了摩北市党人 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南部 跑到那去 跑得远远的 然后在那建立根据地 再发展自己的势力 将来的卷土重来 这是张浦的意见 这个意见 最终得到了李千的采纳 李千就做了三条决定 第一 不进京 第二 不待在银州被动挨打 第三 我们要远州摩北 聚集力量 再图发展 定了这三条 然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要离开银州 但是离开银州当时很不容易 银州有大宋的驻军 怎么离开银州呢 李一千离开银州 简直就像个电视剧一样 他分三步走 第一步 诈称 如母死 他对外宣称 他的奶妈 如母病死了 要出城去安葬他的如母 这是第一条 第二 伪装出城 李一千和他的 最亲密的那些家人 在棺材里边携带了大量的兵器 然后装作送葬的样子 出城 第三 直奔 墨北 然后逃亡 李一千非常顺利的逃出了银州城 跑到哪呢 逃到一个地方 叫地金泽 地金泽 是一个 周围都是沙漠 中间是一片湿地 据史书记载 地金 汕水草 便去路 就是它是一块湿地 沙漠中间的一片绿洲 所以李一千就带了几十个人 逃到那去了 你想想 李一千就几十个人 几十杆枪 他能够成大气候吗 他能办成事吗 这要看李一千怎么做 李一千逃到地金泽以后 当务之急 他要办的一件事 就是要联合 当时党项的各个部落 他要把这些分散的部落 联合起来 这给他要把党项部落聚合起来 形成一个反送的联盟 不利条件是什么 第一 党项各个部落处于分散状态 党项民族是个什么民族 是个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随着水草 哪有水草就往哪去 这种游牧民族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点 他是怎么样一个组织结构呢 他是按照血缘关系组织成的 那么在这几百年的发展中间 一个强宗大族可能有几百个小的宗族 那么一个小的一个宗族的话 他也可能包含了几十个小的家庭 他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帐篷 所以他这个大的一个部落 可能有千顶帐篷 小的有几十个 每一家每一姓都有自己的军队 谁也领导不了谁 所以游牧民族的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他分散 我们举一个例子 李基庞进京以后 有一次宋太宗亲自宴请他 这个宋太宗就问他一句话 以河道治诸布 什么意思呢 就你用什么办法来统治党向的这些部落呢 李基庞回答是 说容人治汉 但记迷而已 非能治 说这个游牧民族性格非常强悍 你根本无法驾驭 我只能拢到一块 李彭在回答宋太宗的时候就说 他对游牧民族的控制 只能是一种机密 就是我一方面控制他 另一方面还要联络他 我并不能保证 我绝对的能够统治他 这是第一点 分散 第二点 很多部落采取是观望态度 当李基千起兵反宋的时候 大宋是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李基千只有几十个人 所以许多党乡族的部落 面对强大的大宋 和人数极少的李基千 采取什么态度呢 观望 当李基千的势力没有足够强大之前 很多部落不敢投靠他 万一投靠他 大宋将来打过来 那统统是死亡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很多人采取是观望态度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李基千叛宋之后 他的力量并不强大 形势对他也不乐观 那么李基千会做什么 来改变这个狐狸局面呢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宋台宗旨 李基千叛宋 李基千虽然成功逃离了银州 但是他能掌握的队伍 和强大的宋朝相比 不在一个量级上 而且很多党项部落 并不支持他 而是在观望之中 此时的李基千 是既缺乏和宋朝对抗的实力 也缺乏内部人的支持 那么在这种烈士的局面下 李基千会做什么 来扭转这个不利局面呢 李基千带领他本家族的几十个人 逃到帝金泽以后 李基千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高祖 就托巴斯中 那个画像给打出来了 结果在帝金泽居住的 挡向其他的部落人 一看见托巴斯中的这个画像 立即就跪下来 哭泣了 史书记载了三个字 叫结拜器 下拜 哭泣 因为这个托巴斯中 是个民族英雄 托巴斯中和他哥哥托巴斯 公一块起兵 帮助大唐 镇压皇朝起义 在陕西的魏桥 和皇朝起义军对峙 在对峙 在对峙的情况下 李先的高祖父托巴斯中 射了一箭 射中魏桥对面的一个铁盒 铁盒是一个标志性的 银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 把箭射回去射中了 把皇朝的骑军都给震住了 然后托巴斯中又带军杀过去 身先士卒 最后战死了 他死后得到大唐政府的追认 为右舟刺史 所以李先的高祖父是个民族英雄 所以托巴斯中就成为整个党项民族崇拜的偶像 这叫什么 这就要利用祖先的威望 来聚合其他的部落 所以李先很善于打的一张牌 就是打子继的祖先的牌 证明自己是贵种 所谓贵种就是血统高贵 史书记载 藩不知俗 既宗贵种又服强国 说党项这些民族既崇拜血统高贵的人 又崇拜强大的国家 所以李一谦把自己的高祖父的牌子一打出来 就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这是李一谦 做的第一件事 就打自己祖宗的牌 结果如何呢 史书记载了四个字 叫从者日众 他带领他的几十个人到了帝金泽以后 竟然跟随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 这做了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利用祖宗的恩德来笼络容忍义 还是打着他祖宗 我们讲过 这些强大的部落 向这些部落的首领提出来 求婚 当时李一谦的情况非常糟糕 他只有几十个人 力量非常弱小 但是他的求婚 无一例外 全部得到成功 而且李一谦求婚可不是娶一个老婆 他一口气娶了好几个老婆 他每到一个强大的部落 就向人家求婚 又遇到一个部落 又向人家求婚 当然 当时党相族是允许这种一夫多妻制的 这不算犯法 所以李一谦的二十多岁 他这个求婚非常成功 在李一谦穷处潦倒的时候 为什么他的求婚能够成功 因为他血统高贵 因为他名望在外 所以很多部落的酋长 看好的是李一谦的未来 所以愿意把自己的女儿许给李一谦 通过这个手段 李一谦迅速的联络了一大批 有实力的部落 让自己的队伍迅速扩大 凡是把女儿嫁给他的 自然也会支持他 第四点 通过武力 镇压 反对他的部落 当然也有人反对他 反对他怎么办呢 李一谦通过武力 把这些部落给征服了 所以李一谦 从反宋开始 逃到地金泽没有多长时间 就迅速的形成了一个反宋的部落联盟 换句话说 在大宋的西北 又出现了一个反抗大宋的政权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李继千是党像族的一个年轻人 他不愿意党像政权归顺宋朝 于是举起了反叛的大旗 那么他的叛乱能成功吗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宋太宗旨 最初的较量 李继千叛宋给大宋政权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而追溯他叛宋的根源 首先就在于宋太宗接受了李继鹏的县地 宋太宗动了心思 要借着李继鹏县地这个事件 把下周纳入大宋的反途之中 宋太宗的做法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议 有人认为宋太宗就不应该接受李继鹏的县地 也有人认为宋太宗的做法没有错 那么王立群老师的看法是什么呢 关注李继鹏叛宋这件事情 历史上有很多议论 一直到当今的学者也有很多评价 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情谁做错了 他们认为宋太宗的错误 宋太宗错在哪了 第一点 宋太宗违背了宋太祖治理党项族的方针 太祖治理党项族的方针是什么 就允许他们世袭 就允许党项世袭 是宋太祖治理党项民族的最重要的一个策略 结果太宗给废除了 太宗接纳了李继鹏 然后招他了武府入京 彻底改变了太祖的做法 所以从宋代开始 就有人认为太宗改变了太祖的策略是导致大宋和党项族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史料 叫东都市略 在东都市略中间 他就比较了太宗给太祖两个时期对党项族的不同的政策 而且提出来 太宗改变了太祖的策略以后 导致宋太宗连饭都吃不上了 忙得顾不上了 这是一种意见 一个理由 就是他改变了太祖的统治策略 第二 大宋道义上站不住脚 大宋收服这个党项这个斯多巴县怎么收服来 是利用了人家内部的内轰 利用人家内部的矛盾 大宋应当去调解 而不应当利用这个东西把人家给吞并了 这个有成人之伪的嫌疑 所以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第三点 激化矛盾 结果导致大宋西北边境从此以后再无凝韧 所以从宋代以来史学界对宋太宗处理和党项的关系一直有不否定的意见 但是这个说法 史学界还有一份意见 就认为这个意见有失功云 对宋太宗并不公正 因为 第一 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 太祖对党项族的政策 是允许实习 太宗改变这个政策 就不对了吗 未必 因为政策都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 当年太祖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是因为太祖忙于稳定天下 迅速的开展党立战争 太宗改变这个策略的时候 只剩下齐丹建立的辽 党项的四周八线的格局政权 时间变了 条件变了 太宗是有理由改变政策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统一是大势所趋 宋太宗把整个南方全部统一了 到最后灭了北汉 整个天下基本上全部统一了 只剩下齐丹建立的辽国 那是历史一流问题 再一个剩下来的 就是陕北内蒙一带的 四周八线的党项格局政权 这个格局政权也是个历史一流问题 所以在这个天下大势是统一的情况下 解决西北的问题也没有错 第三 是李一鹏主动献给大宋的 不是宋太宗一上来就要去夺的 第四 宋太宗的做法还算稳妥 你看宋太宗是怎么做的 当云州兵变的消息传到京城的时候 太宗给李一鹏的指示 就是维持稳定 你不要内乱 当李克文给宋太宗上表 要求李一鹏进京的时候 那么宋太宗一方面招李一鹏进京 一方面任命这个李克文来代理这个下周四十 同时又派了一个引线 做下周治州 他采取的做法还是比较稳妥的 李一鹏进京以后 李一鹏主动献地 献出土地以后 这个时候宋太宗的下令 叫他五以内的亲戚 全部迁到京城 给官座 给房子住 太宗整个的做法 应当说没有太大的失误 那么太宗有没有失误了 有失误 党向之所以后来做大做强 成为伟大不掉的一个祸乱 那是因为太宗大义了 大义的原因 是幸福来得太快了 宋太宗沉浸在幸福之中 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幸福 搞昏了头 没有仔细去考虑 很多问题 比如说 李一鹏为什么献地 献地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的情况 这些情况出现以后 我应当怎么样去应对 宋太宗都没有考虑 由于错判形势 应对之后 导致李继谦点燃了反抗大宋的新兴之火 那么李继谦的判送能够成功吗 请看最初的较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